第四百一十一章 于尚荣微微一笑 我 我就知道二十兄的剑术了得 不 啊 我原以为我的剑道当时无双 只有师父一人能胜我 可惜不是 思过洞中反省半日 让我明白了 剑道远远不止这样 我始终还是差得远 明世音一脑蛮子问号 您还差得远 那天际下还有谁差得不远啊 二十兄能回来最好 别跟师父对着干啊 他老人家现在变了很多 没那么暴躁了 这一点 于尚荣从四乌崖获取的情报中 便已经知晓了 只不过他并不在意这一点 四师弟 你觉得二十兄为人如何 于尚荣突然问道 明世音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二十兄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二十兄为人谦和 待人有礼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这还要问啊 而且二十兄一向做事有礼有规矩 是一等一的君子 明世音伸出大拇指 补充了一句 我句句发自肺腑 于尚荣眉头微皱 这最后一句有些耳熟 那你老实告诉我 师父 他到底有没有踏入酒夜的领域 酒夜 明世音先是一正 接着便笑了起来 二十兄 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哪有什么酒夜啊 于尚荣见明世音 不像是在开玩笑 不由地思索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名女弟子出现在附近 欠身道 四先生 各处有请 酒 明世音摆摆手 清了清嗓子 站直了身子 本先生 这就过去 转过头 还没开口 于尚荣便逃 去吧 二十兄 您好好休息啊 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明世音离开了思过洞 来到摩天阁大殿前 看到江爱剑 昭月 还有小冤儿 段行等人 驻足等待 小冤儿 第一个迎上来问道 四师兄 二十兄怎么样 明世音挺了些腰杆 副寿道 唉 不太乐观 兴许是被师父 抓回来心情不太好 不过他也没什么 好抱怨的 作为摩天阁的叛徒 就得是有叛徒的觉悟 我已经训过他了 相信他今后 会很规矩的 大殿中传来声音 都进来 众人有序的进入了摩天阁大殿 拜见老前辈 拜见阁主 拜见师父 陆珠端坐于大殿上 目光掠过众人 看到了最前面 一脸谄媚的江爱剑说 江爱剑 你不好好留在汝南汝北 跑到摩天阁做甚 江爱剑 黑黑一笑说 我这不是想念您老人家吗 我还特地的给您带了点好东西 他拿下包裹 取出东西 往桌上一放 这可是宫内上号的贡品茶叶 当年百国来朝的真品 很多权贵都没机会喝的 我孝敬给您老人家 无事献殷勤 非见即道 哪能啊 按照关系来说 您的五弟子那是我的妹妹 我跟摩天阁那是亲戚关系 亲戚之间送点东西 这不过分吧 众人一阵无语 朝月一声叹息 低声道 论脸皮厚 恐怕当今天下 无人能出其有 众人一边点头 一边看向明世音 明世音一脸无辜 心思着 看我干什么 我啥都没说 啥也没干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陆珠看了看桌子上的东西 并不在意 活到如今的岁月 这些凡尘俗物 又岂会让他有所波动 说吧 可是 我这不是不小心 捅死了二皇子吗 皇室怎么可能会放过我呢 所以能不能劳烦老前辈 把我杀了 明世音笑道 哼 这个我再好 说话间 他的掌心之中 飘起离别沟 那离别沟 包裹着阵阵刚气 散发着异样的光芒 看得朝月眼泛光芒 羡慕不已 江爱剑无语道 哎 我说的不是真傻 现在大爷 皇室都在到处找我 我已经和我的兄弟们 断绝了关系 没地方去了 我心思着 也就摩天阁安全了 所以 你想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老前辈英明 你是老夫的耳目 老夫自然保你 江爱剑大为感动 连连攻身拱手 多谢老前辈 卢州看着他一脸嬉皮下脸的样子 眉头微皱 你到现在都不肯说 说什么 说什么 你是三皇子 你杀了二皇子 是凶的罪名 不管放在哪里 都是千古骂名 中人点点点头 师父这话是说到点子上了 这一路上 江爱剑嬉皮笑脸 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但凡正常人都无法做到这样吧 他杀的人 不仅仅是大阎皇室的二皇子 还是他的兄长 江爱剑见陆州的表情认真严肃 他的笑容也渐渐消失 接着轻声叹息 死者一夜 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 真的是刘患 一把火烧了锦和宫 这您都知道 齐王秦军 现在是老夫的人 好吧 差点把他给忘了 江爱剑点点头 转身 看向昭月 看向明世音 孤长月落冤魂窟 天道有轮回 谁人做的孽 自有他人收啊 其实很多人劝过我 放下仇恨 放下过去 不要再涉足皇室 远离朝堂 当一名自由自在的剑吃 多好啊 可是每当睡着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那把大火 红通通的 灼烧着我的双眼 一夜都睡不着 一幕降临之时 耳边常常响起 他们的呼救声 惨叫声 何物当正是无能为力呀 众人看向江爱剑 陆州亦是如此 江爱剑说着 便是重重叹息了一声 唉 终究是一个人 扛下了所有 江爱剑正儿八经地说 唉 还好我遇到了你们 要是感动的话呢 以后对我他态度好一点 我就知足喽 前面还像那么回事 后面怎么 看怎么是那么的虚情假意 倒不是说他没感情 而是 有些事 尽心了 久远了 也该放下了 第四百一十二章 昭月白的他一眼 不再理会 而是走到前面 朝着陆州宫伸道 师父 徒儿还有一事汇报 嗯 讲 太后 也就是徒儿的奶奶 本就身体不好 顺天院的事 对他老人家打击不小 这一病 就再也没起来过 徒儿这次 在神都耽误这么久 还望师父恕罪 有孝心是好事 多谢师父 昭月转头朝着江爱剑 使了一个眼色 江爱剑尴尬地挠了挠头 耗着脸皮倒 老前辈 事不相瞒 太后病得很重 恐怕 恐怕难以撑过这冬天了 陆州算是听明白了 皇宫内高手云集 御医更是医术高超 你若是想让老夫插手 怕是想多了 师父 是巫术 巫术 这倒是让陆州感到意外 回想起那天顺天院的事 并没有布下巫术大阵 也没有巫术陷阱之类的东西 太后是怎么中的巫术 江爱剑尔 楼兰巫术天才 巴马所留 巴马 陆州对此人并无印象 亲辈 请听我信息道来 第一 这巴马乃是莫黎的师兄 来自楼兰 第二 巴马曾与您交过一次手 莲花台论道之时 您种上了他的座际八屋 第三 顺天院一展 巴马就在顺天院外埋伏 说到这里 江爱剑画风一转 巴马与您交手数次 莫黎一死 他有怀恨在心 便对太后使了巫术 他早晚都会对摩天阁动手的 陆州抚须思考 江爱剑再次道 老前辈 我不会白让老前辈出手 我可以帮老前辈拿下摩天阁叛徒七弟子思乌雅 陆州目光落在了江爱剑的身上 不太相信他 你有把握对付思乌雅 没 众人一阵无语 没把握你说个屁啊 陆州抚须起身 目光扫过昭月和江爱剑 既有求于本座 理应主动上门 也对啊 你分不清楚主次 求人还要端着架子 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江爱剑文言 大喜过望 连忙攻身道 这个自然 与老前辈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徒儿拜谢师父 就在这时 大殿外传来声音 徒儿拜见师父 众人寻声望去 朱红供在踏入大殿门槛的时候 便开始跪下 一边跪一边前进 五体投地 一拱一个身位 徒儿拜见师父 再次一拱 又一个身位 明世音抬起右手 捂住了眼睛 行吧 你赢了 朱红供再次起身 向前移动 再次下跪 高声道 徒儿拜见师父 这个操作 着实是让众人 看傻了眼 不服不行啊 强都不服就服你啊 陆周 亦是看得眉头微皱 直至朱红供来到大殿中间 磕头跪拜 徒儿拜见师父 明世音瞥了一眼 他说 老爸 什么事让你这么正装 你好歹也是摩天阁的弟子 这么做就不怕丢了摩天阁的脸面 徒儿真心想要叩拜师父 自返回摩天阁至今 还未正式叩拜师父 这三跪九寇之礼 徒儿当然扣得 他这么说也有道理 陆周的目光再次落在朱红供身上 姓名朱红供 身份大言人族 境界原神洁净 虽说是刚凝结百节洞明法身的修行者 但起码也是原神洁净了 到了这个境界 绝不是神庭所能媲美 起来说话 朱红供站起来 别嘴倒 谢谢师父 来 为师看看你的法身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很多修行者能不能成为大修行者 就看能否凝结百节洞明法身 无数修行者都倒在了这十方乾坤上 到了百节洞明法身 法身的完整性强弱 都可以看出未来的前景 小鸢儿的法身就极其完整 甚至富有灵动朝气 未来可期 一些修行者的百节洞明法身 甚至是畸形的 这种法身 往往可能连开业都费劲 徒儿尔尊敬 徒尔尊敏 朱红供调动元器 开启法身 一个半人高的 像是胖娃娃似的法身 出现在身前 众人看了过去 差点没忍住笑起来 这真是法身如其人哪 潘乎乎的 不过 法身的完整性还是不错的 元器的涌动也很充足 断刑暗自择舍 这可是摩天阁的八弟子 就有这个天赋 今后那还了得 九弟子就更不用说了 外面盛传 九弟子词冤儿的天赋 更是可怕 五年入神庭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朱红供一脸自豪地 看着自己的法身 不要得挺直了腰杆 若说羡慕的话 谈不上 只有朝月有些惭愧 毕竟朝月比他入门早 明玉宫修炼得差不多 却没有突破 看到朱红供的法身 心中稍稍不太平衡 陆舟抚须点点头 随手一挥 呼的一声 一个泛着银色的箱子 落在了朱红供的面前 朱红供一看 有些疑惑 师父这是 再次一挥 那箱子裂开两半 有些奇怪形状的模样 为师赐你泪痕全套 望你好好使用 自从打开了这箱子之后 陆珠便一直保留着 思来想去 这东西更适合 朱红供的九节雷缸 而且 他需要尽快提升 徒弟们的修为 朱红供闻眼 顿时激动地流眼泪 跪下来道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断行看得流口水 昭月的的确确羡慕了起来 九个徒弟 似乎就只有昭月没有武器了 他怎能不羡慕 也许是这武器 天生便与朱红供契合 刚拿到手 便听见咔嚓两声 轻松戴上了拳套 激活泪盒香 镇主目标 朱红供 奖励一千点功德值 恭喜八先生 断行拱手 恭喜老八 明世音笑了笑 来到他身边又道 这玩意很结实 就算是大师兄的 碧玉刀也砍不动 你可是赚大了 啊 是吗 朱红供吃了一惊 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厉害 第四百一十三章 当然是啊 我有骗你啊 再说了 师父送你的武器 且会差 说完 明世音心想 武器是挺结实的 就是太丑了 得多夸几句 朱红供大喜过望 喜欢得不得了 徒儿定不负师父期望 陆周抚须点头 他注意到 朱红供的忠诚度 在直线上涨 达到了基本稳定的程度 这也在陆周的预料之中 朱红供退到一边 自己把完全套去了 陆周不再管他 而是将目光移到 昭月的身上 昭月 徒儿在 皇宫的这段时间 你的修为落下不少啊 徒儿自当努力 不负师父期望 昭月恰脸一红 感到惭愧 端行吓道 老前辈的徒弟 如此尽心尽力 真是令晚辈佩服 端行 云照林帝 你表现得不错 本座自然不会亏待你 这样 你提个要求 本座尽量满足你 端行文言大喜 连忙攻身道 晚辈不敢 晚辈能为老前辈出一份力 都是心甘情愿 岂敢邀功 如此甚好 等等 这套路不对啊 就不再多客套几句了吗 端行顿时蒙蔽啊 我这 我这 我这要求还没提呢 难道就全部得烂在肚子里啊 陆周看着端行说 有名叫若是实气 今后 不会再动你摩刹宗 多谢老前辈 有这句话 摩刹宗最起码是跑住了 至于其他的要求 岂敢奢求 送客 待断行离开摩天阁之后 陆周拂袖道 没别的事 要散了吧 徒儿告会 老前辈走好 陆周起身回了东阁 神都 皇城 寿宁宫中 皇祖母 昭月毕竟是摩天阁的人 他的话 您要慎重啊 站在寝宫中的皇子 一是当今皇室的储君 刘侄 太后微闭着眼睛 没有看刘侄 欲气微眼道 你也想看着哀家死 刘侄脸色微变 当即跪下 孙儿不敢 孙儿是害怕您出事情啊 哀家若是出事 在顺天院的时候 就已经出事了 还会等到现在 经过顺天院的事情以后 他现在对任何皇子 都很反感 皇祖母 二弟的事 孙儿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这时 站在旁边 许久未开口的李云照说 殿下 呃 咱家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行 李云照毕竟是太后身边的红人 她的话 留职不得不重视 太后的病 不能再继续耽搁了 况且 陛下已经恩准 殿下 若想要尽尽孝心 就应该体谅太后 另外 李云照看了看殿外 压低了嗓音 二殿下 二殿下的死 太后也很痛心 您就不要总在太后面前提起了 李公公所言有理 刘侄站了起来 供身道 皇祖母 孙儿有一贴身侍卫 就位高身 宁既然要去 孙儿便让他护送你 下去吧 太后没有睁眼 挥挥手 孙儿告退 刘侄退着离开了寿宁宫 刚出宫殿 他身边的侍卫便跟了上来 刘侄复首 一边走一边倒 告诉江梁 护送皇祖母前往摩天阁 他的家人 本太子会替他好好照料的 将江爱晋的人头带回 重重有赏 是 此后一段时间 陆珠都在东阁中参悟天书 甚至直至非凡之力达到宝盒 非凡之力宝盒后 继续参悟天书 唯一的好处 可能就是增加参悟次数 不过 陆珠还是停了下来 睁开了眼睛 打开了系统界面 看了一眼 胜于寿命 六千五百七十四天 突破九夜 会折损寿命 如果逆转卡足够的话 是不是可以冲破这个瓶颈 陆珠再次思考这个问题 还有二十二张逆转卡 陆珠随手使用了一张逆转卡 和以前一样 东阁四周 富有生机的能量 朝着它汇聚了过来 不多时 便汇聚完成 果不其然 剩余寿命 六千八百七十四天 九夜和寿命有关 那么逆转卡将会变得更重要 陆珠再次看了看 道具卡栏的逆转卡的价格 还好 没有涨价 似乎逆转卡的价格 不会受到影响似的 同时 看了看系统界面上 两个关于于尚荣的支线任务 一 薰华草的寿命 二 新的天书开卷 两个任务都没有显示完成 可以确定的是 薰华草和于尚荣关系紧密 长生剑 陆珠想到了那把剑 与此同时 思过洞中 于尚荣盘退而坐 奇妙的是 长生剑泛着红光 像是有所感应似的 时不时飘起一点淡红色的能量 进入他的身躯当中 嗡嗡 长生剑微微颤动 夜幕降临 月色正浓 长生剑安静了下来 再也没动过 突然 于尚荣悶哼一声 嘴角流出了一道血丝 他睁开了眼睛 叹了一下 似乎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他和四乌衙的想法一样 修为被束缚之后 想要尝试破开 可惜的是 以失败而告终 以私无涯的手段 都没有找到破解的方法 又何况其他人呢 只不过 人都是如此 不撞南墙不回头 于尚荣看了看旁边的长生剑 摇头道 死不了 诚之于尚荣 获得三百功德点 妄图解开神咒 刚闭上眼睛的于尚荣 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口血上 悄然而知的声音 让他微微一震 师父 陆周副手 越过屏障 目光落在了盘腿而坐 嘴角尚且挂着血丝的于尚荣身上 第四百一十四章 陆周听到系统奖励的功德值之时 便知道于尚荣在想办法破解附身神咒 徒劳 总比坐着什么都不做得好 陆周来到十凳旁缓缓坐下 他指了指对面的十凳 坐 于尚荣有些惊恶 在摩天阁学艺的那些年 何曾受过这般待遇 看着面色从容 言谈举止都和以前大不相同的师父 于尚荣难以置信 于尚荣站了起来 坐在了对面的石凳子上 月光洒在了石桌上 陆周副须道 你既称老夫一句师父 那便老是回答问题 于尚荣眉头微皱 他不知道师父要问什么问题 本能尚对这样的场合感到抗拒 除了记忆的事 徒儿都会回答 陆周也猜到了会是这样 事实上 记忆的事 就算于尚荣不说 他也能推断出一二 所以逼他并没有什么意义 你真的没有冲击过九夜 有 于尚荣很爽快地回答 作为一名修行者 一名八夜巅峰的修行者 站在九夜的门前 没有人能安耐住内心的好奇心 不想打开那扇门 看看里面是什么 只可惜 这扇门后是无尽的黑暗 看不到未来和希望 嗯 你来自君子国 寿命和薰华草一样 于尚荣文言 心中咯噔了下 但很快便平复了下来 这并非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薰华草本就是君子国特有的植物 此前接二连三地提起 偌大的摩天阁总会有人知道 八夜也顶多会让你增守五百年 突然 于尚荣迅速抓起长生剑 正准备起身 却发现师父端坐在石凳上 没有移动 丝毫没有打算抢夺他的长生剑 陆周抢备 露出一副近在预料之中的表情 老夫要收回你的武器 谁忍能当 手掌一抬 一道刚风席卷而来 于尚荣迅 紧握长生剑 奈何 他没有修为 又如何挡得住师父 哪怕陆周只有神庭化道的修为 也足以胜过没有修为的于尚荣 呼 长生剑飞入陆周的手心里 于尚荣冲上前 想要将长生剑夺回 陆周大手一挥 一道钢器墙壁将它挡在了后面 呛 陆周拔出长生剑 剑刃上泛着红色的光芒 紧接着 陆周感受到了长生剑上的生命能量 仙人扶我顶 结发受长生 陆周打亮着长生剑 传闻 长生剑每杀一人 便会汲取一丝生命能量 如今看来 这是真的 也难怪 于尚荣对长生剑如此看重 他便是靠着这把剑活着 这把剑便是他的命 师父 于尚荣跪了下去 陆周摇了摇头 这便是你长寿的秘密 他赐予长生剑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这把武器 可以做到这一点 多年过去 于尚荣在这把剑上下了多少心血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薰华草 招生息死 徒儿不得不这样 你以为 你真的可以长生 长生剑做不到长生 只能做到 让徒儿和其他修行者一样 作为一名八业修行者 千年也成了一种蛇球 呛 长生剑回翘 随手一挥 那钢气墙壁消失 陆周将剑扔在了他的怀中 叹息道 长生剑也破不了千年大限 于尚荣抓住长生剑 有些意外地看着师父 他没想到 师父会将长生剑还给他 于尚荣沉默不语 陆周转身看向于尚荣说 你很痛恨老夫 徒儿不敢 于尚荣 陆周突然直呼他的名字 于尚荣心中咯噔了下 再次抓紧长生剑 陆周淡然扶虚道 老夫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这九夜的大门 老夫拽子 老夫拽定了 于尚荣愣愣在原地 陆周拂袖离开了思过洞 也就是这个时候 长生剑嗡嗡嗡颤动了起来 长生剑上的能量向四周飘散 于尚荣眉头紧皱 于尚荣将长生剑摁住 自言自语道 我说过 与大师兄一战结束以后 隐时不出 何必为难我呢 于尚荣看了一眼师父离开的方向 轻叹一声 剩下的生命能量不要也罢 殊途以后 你将与我埋在一起 于尚荣拿起长生剑 感受着剩下的生命能量 剑刃上 泛着红色的光芒 但可惜的是 比之前的光芒要淡很多 于尚荣返回思过洞深处 盘腿而坐 没有继续尝试破开神舟 三天后 一座飞碾从神都出发 绕开了人类城池 朝着摩天阁的方向飞去 飞碾上 李云照守着太后说 太后 您就放心吧 咱家曾和那摩天阁的阁主 打过交道 并非是那种施杀成性的魔头 况且 昭月公主是她的徒弟 若真是如此 那昭月公主 岂会轻易返回摩天阁 神都有石绝阵守护 敢闹事的修行者 岂会轻易踏足神都 太后躺在椅子上说 有你这话 哀家就放心了 这时 站在飞碾舵盘附近的江梁 却抱着双臂 太后 摩中究是摩 此行 还需谨慎行事 哎 江梁 你跟随太子殿下多年 很多事情不知道 李公公有何高论 莲花太一战中 摩天阁祖师爷 力挽狂澜 救下了不少修行者 这件事 早就传遍修行节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 摩天阁除了 大弟子于正海 其他人的黑榜名词 几乎消失了 但愿如此 第四百一十五章 咂家知道你修为深厚 但咂家还是要奉劝你一句 到了摩天阁以后 可千万别胡来 到那时候 即便是咂家和太后 都救不了你 李云照先打起预防针来 李公公 你想多了 此程我的任务 就是要保护太后的安全 哎 最好不过 这时 躺在地面椅子上的太后 用极其平和的声音道 江梁 太后 哀家听说 你的修为很高 不过 是大家抬住罢了 你看哀家身边的李公公 修为怎么样 太后的声音很缓和 就像是正常聊天似的 这 若全力以赴正面比拼 江梁不是李公公的对手 若论其他手段 江梁 有信心一胜 太后有所不知 江护卫 曾单枪匹马 潜入戎北柔力国 以一己之力 刺杀柔力国主 立下不适其构 只要是江护卫 盯上的人 没有他杀不了的 太后笑了起来 那你是大爷的将才 今后啊 要好好效忠朝廷 将两心向朝廷 李公公 侍奉哀家多年 哀家相信他的判断 你也要听李公公的意见 微臣遵旨 非念继续朝着 摩天阁的方向飞行 李公公左右看了一下 来到了江梁身边 他朝着江梁招招手说 江护卫 江梁正了正 不知道李公公 这悄悄咪咪的是 要干什么呀 跟着他走了过去 非念内部有两名御医 也算是修行者 有他们照顾太后 不用太过担心 来到非念另外一侧 李云赵说 咱家 咱家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想要跟江护卫聊聊 李公公请讲 江护卫 是受太子所托 去摩天阁执行什么任务 李云赵 李公公开门见山 江梁心中一惊 李公公何出此言 你擅任务 你擅长刺杀 太子若真想保护太后 何须派你啊 江梁一时语色 你可知 陛下为何放心 让太后前往摩天阁 江梁摇摇头 这事她也在纳闷 太后何等尊贵啊 还要亲自设险 前往摩天阁 陛下竟能放心 这事江梁一直想不通 因为摩天阁的主人 积天道 与先皇乃是故人 此言一出 江梁两眼一瞪 完全没有想到 这人人喊打的 世间大魔头 竟与先皇有这层关系 若是故人 那为何摩天阁三分两次 与皇室为敌 哎呀 你错了 错了 摩天阁从未与皇室为敌 真正引发矛盾的 是他的大弟子于正海 与七弟子死无涯 江梁听得一头雾水 李公公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江某不过是一介武夫 实在是太过愚笨 咱家要说的 和最开始说的一样 咱家奉劝江湖 到了摩天阁以后 最好规矩点 若是坏了事 莫说是太后 就算是太子殿下 也保不住你 利弊 你自己全行 说完 李云照 拂袖离开 江梁眉头紧锁 愣在原地 临近傍晚 摩天阁 陆舟在东阁中 研究寿命大县的事 面前的桌案上 摆满了书籍 时不时还有女弟子 将书籍送到东阁 阁主 所有关于寿命的书籍 都搬过来了 陆舟也没看他们说 嗯 知道了 这时 外面传来了 小鸢儿的声音 师父 神度的飞碾来了 武师姐已经去接应了 诶 师父 您在看书啊 小鸢儿踏入东阁 看到满桌子都是书 陆舟只挑了其中几本 大致看了看 其他的也没那么多精力 抬头瞥了一眼 鸢儿 徒儿在 思过洞照看一下 有什么异动 及时汇报 徒儿遵命 小鸢儿领了任务 便离开了东阁 陆舟的目光 落在了身前点极上 嘀咕道 君子国寿命短暂 既修行已增寿 长寿者不过五百才 换言之 尽管于尚荣有了长生剑 他也只有正常修行者的一半寿命 就在陆舟思索的时候 明士音来到了外面 攻深道 深度的人已经在大殿后着了 嗯 知道了 陆舟拂袖走出了东阁 摩天阁大殿中 陆舟的目光扫过众人 基本都在了 位于中间的便是李云照等人 李云照身后 明月和其中一名御医 扶着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妇人 江爱剑就在不远处 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老人 请坐 哎 陆舟这可不是给皇家面子 而是给江爱剑和昭月面子 为此 他没有走上王座大殿 而是坐在太后的对面 李云照也是知道 这里是摩天阁 不是皇宫 也不是其他地方 一切不能寻宫中规矩 太后一把年纪 早已看透这些 并不在意 当太后的目光 落在陆舟身上的时候 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枯搞的眼睛里 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 坐直了身子 语气柔和道 老先生 真像当年哀家认识的 一位故人 第416章 陆舟抚须 没有说话 当年积天道 曾见过永寿皇帝 于眼前的这位太后 那时的他们正值当年 正所谓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没想到 这位太后竟能认出一点端倪 谁说她老眼昏花 年迈糊涂呀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陆舟挥挥手说 闲杂人的 退下 很多本来想要看热闹的人 不得不暂时离开了大殿 李云照 玉衣和江梁 没有离开 江爱建和昭月 也留在了大殿中 陆舟的目光 落在了太后身上 也许是因为 非凡之力的缘故 她感觉到 自己的精神状态 目力 都要比以前好上很多 她能看到太后身上 冒着淡淡的紫色气体 的确是巫术 也不是什么要命的巫术 但的确会扰人心思 使人睡不着 想来巴马和莫里 也不敢拿太后开刀 只是用了这种小手段罢了 见陆舟没有说话 李云照说 还不赶紧给老先生 说说情况啊 左边的玉衣 一直在哆嗦着 哪怕是在宫中 也没有来过 这样的场合啊 看到眼前的这位老者 哪能不害怕 但他呢 还是颤颤巍巍地说 老先生啊 太后 自顺天院 回到宫中之后 常常辗转难测 也不能胃 话还没说完 陆舟便抬起手说 不必向老夫介绍 太后的病 老夫已了然于胸 此言一出 那两名玉衣面面相去 他们代表着 皇室最强的医术 尽管在修行上弱一些 但是在医术的研究上 颇有造语 他们辛苦研究了多久的病症 摩天阁却不需要了解 这 未免有些打击人了 李云照攻身道 老先生 可有良方 老夫自有良方 除却病症 文言 李云照 连忙攻身 还请老先生出手 昭夜欠身 师父 江爱贱跟着道 老前辈 老夫有句话 不得不告诉太后 太后文言 微微一正 抬起头来 苍老的双眼 落在了这 副手战力的陆舟身上 老先生请讲 老夫可以除掉病症 不过 太后大献将至 要有心理准备啊 大殿中鸦雀无声 若是放在宫中 敢说这话 那是大逆不道 立马砍头 两名御医 却在这时压低了头 他们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昭夜和江爱贱脸色微变 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太后 太后却爽朗一笑 回秀道 哀家还以为是什么呢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哀家也会死 没什么大不了 陆舟转身 看向太后 本想说些什么 又摇了摇头 罢了 老夫尊重你的决定 他随即挥秀 两名御医 连忙退到一旁 这时 陆舟抬起手掌 凌空拍了过去 众人睁大眼睛 看着这一幕 心脏提到了嗓子眼 陆舟手掌之中 涌动一股淡蓝之色的力量 呼 与此同时 某个昏暗的房间之中 巴马猛地睁开眼睛 眉头一皱 巫术解了 脸上除了有些惊讶以外 并无其他的表情 往事的手段 的确不容小觑 莫离啊莫离 往你在宫中混迹这么多年 却连黄尺的底牌 都没有摸清楚 巴马摇头叹息 不过你放心 师兄一定会让他们 给你陪葬的 陆舟这一掌 隔空破解无数 令众人大惊失色 太后闷哼一声 眉头微微一皱 身上的紫色气体 被那些蓝色力量 瞬间驱散 陆舟对此 一点都不意外 天书的非凡之力 天生克制无数 这在很久以前 便已经得到了验证 李云照连忙上前 扶着太后的胳膊说 太后 太后 您怎么样了 哀家 哀家没有大碍 太后闭着眼睛 脸上出着虚汗 说话却是有气无力的 两名御医 连忙上前 攻着身子 轮流给太后 把脉检查 一番检查之后 恭喜太后 贺喜太后 巫术医解 那御医 跪下道 陆舟抚须 面色淡然 这小小巫术 若是破不了 老夫这张老脸 还往哪儿割呀 看也不看 便道 李云照 李云照 此时对 陆舟的敬畏 几乎提升 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老先生 请吩咐 太后 大病出语 且 先留在 南阁 休息 明日 再回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咱家 够些 老先生 李云照 跪了下去 双掌向前 额头触地 看得江梁和两位 御医 暗暗惊讶 李云照 虽然只是贴身太监 但他的地位可不低 就算是见了太子殿下 也不曾行如此大力 陆舟只是看了他一眼 便挥挥手 示意他下去 李云照 和御医 扶着太后 离开了大殿 在昭月的安排下 住在了南阁 第417章 临近傍晚 南阁中 李云照 公公静静 站在床边 看着脸色 好转很多的太后 她说 太后啊 您的脸色 真是比上午好多了 太后 太后靠着床头说 哀家 这也是拖了昭月的福 昭月公主 如今已重归皇室 太后不必自责 小李子 太后语气顿了顿 把哀家带来的东西拿来 李云照 李云照愣了一下 无奈摇了一下头 从随行带来的箱子中 取出锦盒 双掌拖着 递到了太后面前 太后 这可是您的增售丹呢 真要这样 太后叹息道 这世上啊 很多人都在追求长寿 长生 包括永寿皇帝也是 哀家却觉得 神奇自然 也是一件幸事 是 咱家明白 哀家大宪到了以后 便把哀家和永寿皇帝 葬在一起 办个喜丧 哀家 就心满意足了 黎云照摇了摇头 不再说话了 太后将手中的锦盒 递给黎云照 将此物赠予老先生 算是老先生出手相助的谢礼 诺 你出去的时候 把昭月叫来 哀家想跟他聊聊天 诺 李云照离开了房间 东阁中 李云照在明世音的带领下 来到了东阁 咱家奉太后旨意 前来叩谢老先生 太后令咱家 务必将此物 交于摩天阁 还望老先生 务必收下 李云照双手捧着锦盒 攻身道 明世音说 师父 是曾寿丹 曾寿丹 顾名思义 可以增加寿命的丹药 传闻是用极其珍贵的天才地宝炼制 并且经由柯柯的环境 由强大的修行者精心锤炼 以炼丹为主的丹心宗 在过去千年时间里 不过才炼出了三到五颗增寿丹 一些修行门派 便是靠炼制丹药 毅力修行界 增寿丹 每科可增百年寿命 但年纪越大 效果就没那么理想 因此 增寿丹也无法帮助修行者 破开千年大限 尽管如此 增寿丹 依旧是很多修行者 追求的珍贵之物 毕竟不是每个修行者 都能达到大限的寿命 呈上来 声音威严而低沉 李云照将锦盒递给明世音 明世音小心翼翼接过 送了进去 放在了师父面前的桌子上 见师父闭目养神 不敢多打扰 又恭恭敬敬退了出去 咱家告退 李云照任务完成 离开了东阁 徒儿告退 明世音也离开了东阁 走到东阁外 明世音拉住李云照说 喂喂 李太监 等等 李云照眉头一皱 可恶可恶 李公公 你那边还有没有增售丹啊 瞧您这话说的 这增售丹可不是寻常之物 哪能有多余的 就这一刻 还是当年先皇前往各地寻得圣下的 太后一直没有服用 换作他人 早就没了 好吧 不过你还挺会做人的 家事多年前也曾找过增售丹 可惜啊 只找到了一刻 老先生出手相救 自然要大礼相谢 你还挺会说话 行了 不跟你瞎扯了 好困啊 伸了伸懒腰 明世音朝着南阁而去 陆周缓缓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面前的锦盒 摇头叹息 心想 我要这东西有何用啊 轻轻拂袖 锦盒咔嚓打开 获得消耗品增售丹一枚 可重新练化提升品质 听到这个提示 陆周倒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增售丹还可以练化 他将增售丹放在手心里 触及皮肤 顿时一股温热感在手心里化开 这种感觉异常的美妙 品质上课 纯度上课 能量上课 陆周估计了下增售丹的品质 给出了他的评价 他虽然不懂练丹 但也算是见多识广 记忆里 积天道为了增加寿命 没少到处搜寻这样的东西 但凡和寿命有关的丹药 或多或少他都了解一些 可问题是 就算练化提升了品质 对自己也没用啊 逆转卡表示 最高级别的增售丹也不香啊 想了想 自己虽然用不到 但是留给徒弟们也不错呀 随手一抬 一张炼化符出现在手心里 接着火焰便燃烧了起来 陆周几乎没有犹豫 便将增售丹丢入了火焰之中 片刻过后 炼化完成 获得一枚高品质的增售丹 奖励五百功德值 一张炼化符换五百功德值 这还算不错啊 一颗高品质的增售丹 可提供两百年的寿命 前提是 这个人的大限不在两百年内 否则增售丹发挥不了那么大作用 换言之吧 就是陆周吃了这东西没用 陆周收起增售丹 便进入了参悟添书的状态 夜幕降临 繁星点点 一道黑色的身影 却迅速地朝着南阁中掠去 黑衣人双脚像是离开了地面似的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黑衣人轻松地打开房门 如同一阵风势地掠过 就在这时 砰砰砰 寒芒闪过 一道道诡异的钢刃落在了床铺上 黑衣顿时意识到床铺上没有人 身形向后闪烁 这时 一道声音从房顶上方传了下来 兄弟 你来晚了 要不要一起上来赏乐啊 那黑衣抬头一看 果断放弃追击 掉头闪身消失 第418章 坐在房顶上的江爱剑不由的威震 这么快的速度 黑衣迅速朝着外面而去 越过走廊 穿过一座广场 刚要离开南隔 在入口处的上方 一道唏嘘的声音袭来 喂 大晚上的往哪儿去啊 黑衣抬头 看到了明世音倒挂在入口处的巨大横梁上 正好处于南隔二字中间 黑衣并不紧张 果断调转方向 轻轻一跃朝着西阁而去 从西阁才能抵达北阁 过了北阁才可以下山 这黑衣没有选择欲空而行 就一直贴着地面 房顶 各种建筑物 极其灵动 刚进入西阁 谁 黑衣感觉到前面有一股淡淡的酒香袭来 喂 来陪老朽喝口酒 黑衣眉头一皱 再次折返 东南西北四阁 东阁不能去 老魔头在哪儿呢 北阁过不去 想了想 黑衣脚尖轻点 整个人跃入了空中 果断朝着北阁飞去 他这一飞 觉得不妙 他们 怎么不追来 刚闪过这个念头 天空中一道金黄色的羽箭 破空袭来 像是划过流星似的 砰的一声 黑衣单手一抓 凌空翻转 然而 大约十道刚起羽箭 再次袭来 宛若烟花绽放 黑衣身法灵动 借力打力 躲开了一道道 偷袭的钢器与剑 同时身形下坠 落入了距离北阁不远处 耳边 响起了沙哑的声音 被包围的感觉如何 黑影看到前方同样一身黑的人影 副手背对着他 副手背对着他 然后缓缓转身 月光落在那人的面 月光落在了那人的面容上 我 命长 冷落的语调很平缓 但字字珠心 我知道很难 明知是死 死 言之过早 一道黑色的雾气冒起 黑影竟然原地消失了 嗡的一下 一座石杖之高的巨大法身 以冷罗为中心 突然膨胀 能量宣泄 轰的一下 法身又以极致的速度收缩 一足道引 冷罗修炼的本就是道引之术 当然知道这招代表着什么 所以在黑影消失之时 他便用这一瞬间的能量爆发 大范围击中目标 四周安静了下来 静悄悄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 江爱剑等人赶了过来 潘离天意识从远处 缓缓而来 老冷啊 你到底行不行啊 潘离天慵懒地说 花月形悬浮在半空中 手中的钢气弓箭消散了 江爱剑说 不会吧 同行 呸呸呸呸呸呸呸 谁跟他是同行 我是说 这也能跑了 明世音两手一摊 你们非要玩什么猫猪老鼠 堵他往哪跑 玩拖了吧 冷罗抬起手 示意大家安静 冷猫已经伤了他 他跑不远 潘离天倒是无所谓 甚至还慵懒地喝了一口酒 小艺啊 小艾啊 不用担心 他跑不掉 什么小艾 我他妈叫江爱剑呢 此人应该修炼过异族盗银 冷罗说 当年万朝来赫 很多异族修心大言的功法 其中倒影之术 倒是被异族研究出了极致的逃跑技巧 这么说来 还真能让他跑咯 江爱剑睁大眼睛 那家伙是来刺杀自己的呀 其他人无所谓 江爱剑怎么能不在乎 他跑不了 潘离天哈哈一笑说 那就看谁先抓到这只老鼠 华无道这时候接话了 冷长老下手太重 刚才那一瞬的石掌法身 膨胀元气的方式 他还能怎么踏 这样的老鼠抓着无趣 不过 他还是身形一闪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而去 同时身上绽放六合道印 冷罗抬头看了一眼空中的花月形 高处是你的领地 交给你了 花月形精神亢奋 拱手道 冷长老请放心 就怕他不敢出现在空中 冷罗覆手迈步 下一秒 身形消失了 江爱剑一脸无语地 看了看四周 大佬 大佬们都这么任性的吗 小弟只只能你们照着呢 能不能够认真点啊 明世音拍了拍他的肩膀 给了他一个大白眼 好歹你也是武艺高手啊 武艺怎么了 武艺就没权利害怕呀 江爱剑心中富匪 嘴上却道 明哥教训的对 明哥一语惊醒梦中人 闪开 别压着我 我觉得你可以找我八师弟聊聊人生 我跟你不是一类人 风骨骨气懂吗 明世音闪身消失 后山 撕过洞外 漆黑的夜幕下 什么也看不清楚 一道黑色的身影 捂着胸口 看了看撕过洞的方向 黑影左右看了看 确定没有人 才慢慢移动 天空中 一道金色的葫芦掠光 黑影贴紧地面 气息全无 待金色葫芦消失的那一刻 黑影才抬起头 摩天阁的强大 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 所有方向 他都能感知到 有强大的能量 堵住了退路 唯有后山 强忍着翻涌的气血 他加快了移动 这时 正在盘腿而坐 威闭着双眼 调整修养的于上容 耳朵动了动 谁 噓 身影踏过屏障 闪身来到了于上龙身边 江梁常年居住神都 只有执行任务的时候才会离开 对摩天阁也算了解一二 可惜的是 他并不认识眼前之人 心想 能被关押在这里的 那自然是摩天阁的对手 第四百一十九章 不准出声 否则 我要了你的命 江梁单手捂着胸口 看了一眼于上容 近距离感知下 江梁露出了狐疑之色 眼前这人竟然没有丝毫的元气波动 心中稍稍放松了一些 兄台 你受伤了 你是被摩天阁抓来的 没错 你为什么不逃 逃 若是能逃掉 我早便逃了 何须等到现在 看来 我始终是小瞧了摩天阁 于上容刚想要站起来 不准动 你害怕 我已经动摩天阁众多高手 任何举动 都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即便是死 我也会拉你垫背 于上容看了看外面的夜色说 你要杀我 江梁再次打量于上容 月光落在了于上容的面容上 他见于上容面色温和便道 自保而已 别怨我 兄台无需害怕 若是放在以前 你可能在我面前活不过一个呼吸 江梁眉头再次一皱 轻横道 若不是一时大意 不受此伤 我又足够地把我逃走 你还是小瞧了摩天阁 什么意思 莫说是你 就算是我修为尽在 也不可能从这摩天阁逃出去 那是你 自信过头 便是自负 于上容忽然想起 师父教导他的话 现在看来 的确有一番道理 接下求 不配与我相提并论 江梁小心翼翼地看着外面 于上容面带微笑站了起来 抱歉 你挑错了人 于上容的语言很简练 听得江梁一头雾水 于上容脉步向前 江梁闪身向前 手中匕首 寒芒一闪 也就是这个时候 于上容突然拔剑 长生剑出鞘 从右侧45度上挑 回鞘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战斗结束 咔 咔嚓一声 江梁手中的匕首划为两半 一半掉落在地 另外一半 攥在了江梁的手心里 双目之中尽是恐惧 他感觉到气海被人划破了 也感觉到身上像是划开了一道口子 在左下腹部 到右上肩膀 一道狭长的口子 划过气海 正在慢慢裂开 没有元气 单纯靠手臂的力量就做到了 江梁歪头看了看旁边的长生剑 一道淡淡的红光 从剑鞘中飘散出去 消失不见 很显然 这是一把天阶最上等的武器 于尚容不太满意地摇了下头 正常情况下 你应该会立刻死亡 很抱歉 让你死得有些痛苦 鲜血染红衣襟 将两刀 如果我不受重伤 你 你伤不了我 如果 于尚容只是淡笑了下 便走回原来的位置 盘腿而坐 闭目养神 他没有反驳什么 江梁的生命在流逝 扑通一声 瘫坐了下去 在弃海被切开的一瞬间 他便不能调动元气 加上受伤 现在的江梁 就只能等死 双目之中充满了不甘 弥留之际 他看着盘腿 坐于对面的于尚容说 你是谁 我好记得 是 是谁杀了我 于尚容微微睁开了眼睛 看了一眼江梁 微微一笑 在下 于尚容 如果 哪有什么如果 如果自己没受伤 那么于尚容 如果修为还在呢 自己只会死得更惨啊 在这一刻 江梁闪过了无数的念头 后悔也好 冲动也罢 尝试也罢 都已经不重要了 在最后一口气 离开嗓门的时候 江梁呼出了一个字 好 头一歪 没了气息 夜幕沉寂 月光撩人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的月色 再次洒入丝过洞的时候 于尚容的长发 已白了一半 于尚容 微微睁开了眼睛 低头侧目 看了下肩膀上的发丝 没有惊讶 也没有意外 继续闭上眼睛 思过洞外 有强大的能量掠过 也不知过了多久 思过洞外 才传来声音 二师兄 声音清脆灵动 于尚容露出微笑声 小师妹 他缓缓站了起来 拿出长生剑 走出思过洞 月光想 小鸢儿出现在洞外 小鸢儿本来很高兴 可当他看到 于尚容的白发之时 有些惊讶 又有些担忧 他说 二师兄 你 你的头发 我没事 于尚容来到了 小鸢儿面前 抬头看了下夜幕星空 以及月光的光韵 然后 目光落在了 小鸢儿的个头上 你好像又长高了 人总是会长大的 是的 人总是会长大 三位长老 还有师兄到处捣乱 我闲着无聊 就来看看师兄 天空中 花无道带着七叶法身 和九字六合印掠过 感知到四国洞 有动静之时 凌空悬浮 俯瞰下方 于尚容看都没有看上面 率先开口 他已经死了 就在四国洞中 花无道一惊 落了下来 收起法身和道印 进入四国洞中 看到早已死透的江梁 花无道心里一惊 花无道俯下身子 观察了一下江梁的伤口 确定 伤口是一箭所杀 心中更是惊骇 于尚容 被封住了修为 他自然是知道的 江梁好歹是 元神捷径高手 哪怕受了伤 也不是一个 没有修为的人 所能斩杀的 那他到底是 怎么做到的呢 花无道侧过头 看向月光里的于尚容 一半白发 面色从容 若无其事 花无道实在是想不通了 便不再去想 离开四国洞 通知他人 将尸体收走 小鸣儿看到那尸体的时候 也是吃了一惊 二师兄 你 你杀的 于尚容点头 不知可否 花无道供手道 敢问二先生 如何击杀的江梁啊 用力挥剑即可 这个回答还真是 让人无可挑剔啊 检查过伤口的花无道 感觉这个问题 真的是白问了 收驾 微微拱手 花无道转身离开 第四百二十章 小鸣儿朝着于尚容 伸出大拇指 笑嘻嘻道 二师兄真厉害 二师兄 你到底有多厉害啊 这个问题 倒是把于尚容给问住了 想了半天 于尚容认真地回答 比师父差一点 差一点 差一些吧 到底是差一些 还是差一点 小鸣儿仰头 一副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架势 这不重要 二师兄 其实六师姐的头发 比你的还白呢 叶天心 天心师姐 真的是个可怜的人呢 可惜她被师父 逐出师门了 小师妹心底善良 难能可贵 谢谢二师兄 于尚容 见她的衣服不对 疑惑道 云商羽衣不好吗 没有 云商羽衣好着呢 师父不让穿戴 说是影响修为的提高 师父说的对 嗯 我最近进步很大 二师兄 我们切磋切磋吧 上次都没碰到你 这次一定行 于尚容一阵无语 还没开口答应 小冤儿 一丈之高的法身 出现在身后 和她本人一样 灵动可爱 于尚容有些惊讶地 看着这座法身 轻声道 恭喜小师妹了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 靠入原神 凝结百节 动名法身 甚至开了一眼 也许 要不了多久 小师妹真能登顶修行界 未来可期 而自己却 秀为尽世 这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袁儿 不可胡闹 小袁儿连忙转身 看到师父迎着月光 副手走来 连忙攻身见礼 师父 于尚容愣了一下 来到小师妹身边 轻轻作医 陆桌的目光 落在了于尚容的头发上 转头对着小袁儿道 袁儿 为师与你二师兄 有些话说 你且下去吧 哦 小袁儿虽然有点不情愿 但是师父的命令 他一向遵从 他转头看了一眼于尚容 摆摆手 二师兄 改天我抓你鞋撮 我先走了 嗯 带小袁儿离开 陆周伸出大手 淡淡道 长生剑 于尚容知道无法抗拒 但他还是略微犹豫了下 才将怀中的长生剑 放在了师父的手中 陆周初击长生剑的时候 感知了下剑中的能量 长生剑之中的能量 所剩无几 陆周便将剑扔了回去 不后悔 你本还可以多活两百年 他已经确定 于尚容使用剑中剩下的能量 用来击杀江梁 长生剑名副其实 可以偿命 可以杀人 于尚容面色平静说 徒儿对挥出的每一剑 都不曾后悔 过去 现在 将来 也不会后悔 事已至此 你仍然觉得 老夫会杀你 说不定以后会 以后 你还能活多久 何来着以后 于尚容一时欲色 也不知过了多久 于尚容才开口道 您说过 您要踹九夜的大门 陆周抬头看了看天空 月色越来越盛 他叹息摇头 不管老夫以前做过什么 终将都是过去 于尚容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听到师父自称老夫 便感觉出二人之间的嫌隙 又想起以前的种种 于尚容只能保持沉默 这时 陆周缓缓转身 看向于尚容 老夫以前杀你 必有缘由 但不管原因如何 你与老夫 终究师徒一场 你白发一致 若想清楚 便来动革吧 说完这句话 陆周也没打算 当场得到他的回应 转身离开了思过洞 许久之后 月光倾斜 于尚容摊开了 不断微颤的五指 在此紧握长生剑 返回了思过洞 第二天一早 阳光依旧从东方升起 晨曦落在思过洞中的时候 小鸢儿蹦蹦跳跳 出现在洞口附近 儿师兄 小师妹 早 于尚容抱着长生剑 从思过洞中走了出来 不过和昨晚不同的是 于尚容 已披满白发 小鸢儿眼睛睁大 有些诧异地 抬起手指了指 二师兄 你的头发 没事 于尚容抬头 看了看东方的太阳 很满意地笑了一下 我去找师父 不用 于尚容走了上来 小鸢儿停下脚步 于尚容来到他眼前 微微一笑 小师妹 我修为尽尸 要找我切磋的话 你要让着我 让 让 小鸢儿说不出话来 思过洞前 出现了不少人 盘仲 周济峰 花月行 昭月 明世音 朱红供 还有众多的女弟子 驻足观望 他们都听说了 于尚容在修为 尽尸的情况下 徒手杀元神的事 又听说了 头发半白的事 如今再看 哪里只是白了一半啊 这是一叶白发呀 大概是知道了 于尚容的出身 各自唏嘘不已 君子国度 有薰华草 招生西死 于尚容看了众人一眼 颇有风度的 走 二先生早 二师兄 我去求求师父 师父肯定有办法的 你不是要找我切磋吗 这 小鸢儿想了想 回答道 好吧 摩天阁东阁 陆珠参污了一夜的天书 精神不错 便在东阁前活动身体 这时李云照和江爱贱 走了进来 二人躬身 李云照说 咱家替太后 叩谢老先生 太后 得老先生出手相助 病情好转 今日便回 咱家 特来向老先生告别 江爱贱攻身道 我去送送他们 陆珠又岂会不知道 他的想法 李云照 回到神都以后 就说江爱贱已死 另外 奉劝太子 这笔账 摩天阁记下了 此言一出 李云照连忙下跪 正要磕头求饶 江爱贱却说 别求了 老前辈 老前辈你还能不知道 走吧 这 明不费 爱贱 学得 运